单从外观上讲啊 这两座卧碑啊 就足够吸引您了 用我的话说呢 它是又老又新啊 它老的原因呢 是因为一座呢 是乾隆建立的 另外一座呢 是嘉庆年立的 哪座碑啊 都三四百年了 要说它新呢 是因为这立碑一史啊 这两块碑 就在这座屋子里 从来没接触过 风吹雨打太阳晒 所以啊 现在看上去 还和心坎坷的一样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辛苦 我是昆仑流石 今天我突然发现呢 有一个创作标签 叫遇见博物馆 最初我拍旅行故事的时候 就想拍各地的博物馆 把博物馆的藏品呢 和历史故事 结合起来讲给大家 后来发现呢 无奈这个话题啊 它没人看 我觉得现在的 这个旅行作者们呀 拍博物馆的只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渊博形 什么叫渊博形呢 就是站在展品中前啊 给您磨都磨 磨都磨 一说就是一个钟点 那玩似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新手型 新手型是什么人呢 就是觉得那热闹 他不是人热闹啊 他是这个展出的展品热闹 要什么有什么 所以啊 到时候借题发挥的 随便聊点什么 就能凑够一期 当然到后来 为什么大家又都选择 不拍博物馆了呢 他也有两种人 第一种啊 是不指自媒体赚钱吃饭的 这种人啊 拍了博物馆以后 没有流量 普遍呢 都得了尴尬癌 第二种人啊 是指着自媒体吃饭的 这种人啊 都拍了博物馆以后呢 没有流量 然后呢 就都饿死了 今天啊 咱们就去一个博物馆 咱们啊 聊聊这座博物馆里的事 这座博物馆啊 它有意思了 它是大博物馆里边 套着的一座小博物馆 这就是这个故宫的五倍馆 叫建亭 它呢 就在故宫博物院的里边 位置就在故宫 珍宝馆门口广场的南侧 这座门口 竖着一整幅五牛徒 孤单的宫殿啊 就是建亭 是当年皇上带着皇子们 练习弓箭的地方 也是清代无举考试 殿式的考场 如今的建亭 跟武功二字 还有紧密的联系 现在这里呢 被辟成了五倍馆 展出的呢 都是跟清代皇帝 一些公马骑射相关的文物 这座五倍馆啊 它并不大 是面阔五间 带回廊的中式宫殿式建筑 您进到五倍馆里啊 一看呢 也就无非是紫禁城当中啊 一座中等规模的宫殿 这里边展出的 都是清代皇帝御用的马鞍 和这个八旗将士的刀 弓 剑 甲 以及一系列装备 您看这些历代帝王的马鞍 实际上呢 对咱们老百姓而言啊 没有什么代入感 因为这个活动啊 还真不是现在咱们普通人 能玩得起的 无非呢 是看看这些马鞍啊 制作的奢华 瞧一瞧上边的山虎 碧姓 再有那绿松石什么的 我推荐您呢 看完这些展品之后啊 应该留意一下 四面墙上这个悬挂的展板介绍 这些展板啊 绘制的都非常精美 并且呢 透露出不少的信息 这上边所绘制的 都是八旗兵丁的制式武器 通过这些展板呢 您就能多少了解一点 当年清朝的时候 骑营兵的武力装备 在这里面啊 主要介绍的就是弓箭 无论是影视剧 还是文学作品 很多时候啊 都会出现那清朝那长辫子 一拍胸口窝说 我大兴龙兴关外 以弓马骑射为立国之根本 您看 他们对这射箭啊 还是挺在乎的 作为一名弓箭的爱好者啊 我还是真有点惭愧 我是第一次发现 原来清代人用的是三语箭 这三语箭与两语箭比较起来呢 它稳定性和精准性要好得多 我一直认为啊 只有这西方地中海设法 才用三语箭 中国的拇指扣弓弦式设法呀 应该用的都是两语箭 看样子呀 还是我知识浅薄了 在这儿让我长学问了 在剑亭舞卫馆 接下来我要给您推荐 一定要看的文物啊 就是这两座卧碑 单从外观上讲啊 这两座卧碑就足够吸引您了 用我的话说呢 它是又老又新的 它老的原因呢 是因为一座呢 是乾隆建立的 另外一座呢 是嘉庆年立的 哪座碑呀 都二百多年了 要说它新呢 是因为这立碑一史啊 这两块碑 就在这座屋子里 从来没接触过风吹雨打 太阳晒 所以啊 现在看上去 还和新坎坷的一样 咱们呀 在这儿悲了悲去的 说半天 其实这两块 它不叫卧碑 它叫接 在清定日下旧文考当中 是这样说的 建庭啊 中设宝座 宝座东 设结一 您瞧 这不是皇上告诉您了吗 这立着的呀 它叫碑 这躺着的呢 它叫接 其实这种卧接啊 它也并不是很出奇 您像这关外的总兵朱梅墓 还有咱们西山的这个 水泥大王王西桐的墓 都立着有这种卧接 那么这两块卧接上 看课的都是什么内容呢 这上边课的 是乾隆 嘉庆两位皇帝啊 对后辈儿孙的殷切希望 还是那两句呀 这老生常谈 也就是说呀 他们大清的先辈 是以公马骑射打起的天下 还望这后辈儿孙呢 不要忘了这些 看家吃饭的手艺 这爷俩啊 这话算说晚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在康熙年间啊 据说平定三藩之乱的时候啊 那些个八旗秧子 就已经啊 是射箭射不中靶子 骑马的时候呢 经常从马上掉下来 所以说 在安逸的环境下呀 人还能不忘初心 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您说对吗 今儿啊 咱们这个小小的博物馆中馆 就聊到这儿了 您要是喜欢听博物馆的故事上 说实话 这是我的强项 比起那个讲清宫密室啊 我在行的多 您呢 就在留言区给我留言 咱们的时不时呢 就给您安排个一期两期的 不方便留言啊 您就长按点赞 强力推荐一下我的视频 这样呢 我就知道您迫切的心情了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给您在这 叨巴叨巴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关注 咱们呀 明儿见了您呢